我们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央政府不知道怎么做 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所以大家只能够摸着死的过河 这样就是说 中央政府虽然在政治权力上 是集中在中央政府上 但是中央政府因为不知道 这个改革怎么做 所以会鼓励 至少刚开始是容忍地方政府 有自己的一些举措 有自己的一些实验 当然后来中央政府也逐渐的鼓励 大胆的鼓励地方政府 进行采用各种实验 所以这个下面的很多改革 比如说深入的这种 就进一步的这种政治改革也好 经济改革也好 当中央政府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种地方分权 让地方实验的方式 中国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中国地方很大 并且各地的差异很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你通过不同的地方 用不同的实验 这样就是说可以相互之间 有个竞争 有个相互学习 所以这个过程可以做得很快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 就是中国整个经济转型 这个走得很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中国就是你什么事都要等着北京来下命令来做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浪费了自己的一个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这种经济实验 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同时进行 这样就是说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知识就被产生 就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 而这些经验产生的过程是相互接见 相互学习的 所以就很快大家就飞高地出来了 就大家就想出来了 该怎么这个什么企业丰工啊 这个市场运作啊 就怎么赚钱啊 怎么致富啊 这些东西很快就出来了 其实中央政府做的并不是说是指导地方政府进行改革 而只是说不再阻碍地方政府进行改革 其实中央政府做的不需要做太多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就是用渡相如何去抵达 和项尔放尔e 我们 lionel的呼尔过 最好崩尔交 beaucoup 可是当中的病死不瘡